婚外情必然会死于这四道坎 而80%的婚外情 连第二道坎都迈不过去 第一个 需求被其他方式满足 婚外情的出现 都是因为他自身的某种需求 在婚姻里 在生活中没有被满足 当然这个需求 不一定是通过人来提供的 比如精神满足 他觉得你给他提供不了 他又去找了别人提供 但是可能这个时候 他事业上迎来了新的转机 工作就能让他满足了 或者他可能有了一个新的爱好 兴趣也能让他满足 总之他的需要被别的事情满足了 那这段婚外情 他也就不需要了 第二个 他俩的需要对不上了 比如女的着急想上位 而男的只想占便宜拖着 再比如 外面的女人图钱 而男人的钱被老婆管起来了 俩人的需要对不上了 就一定会起冲突 不装了 真实嘴脸露出来了 也就继续不下去了 第三个 有利益损失的时候 比如因为婚外情搞得自己工作不保 名誉受损 那男人呢 一定是会保护自己的实际利益的 第四个 种下怀疑的种子 婚外情里的人 都没有信任基础 女的会认为 你能背叛你老婆就能背叛我 而男的呢 也不傻 知道这样的女人 是不能动真格的 互相骗 互相猜 互相不信任 早晚得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